我们的焦点回到台湾 带您来关注新北市中和区 中校街一间民宅 今天晚间六点多发生火警 景霄货报迅速赶到现场救火 那当时现场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火焰 但是景霄发现有一名老翁倒在地上 已经死亡 根据了解这位85岁的成姓老翁 和儿子以及孙女同住在中和这间民宅 今天晚间儿子和孙女外出时 儿子的手机突然发出了警报 他以手机连线家中监视器画面 看到了家里的电磁炉窜出火光 他赶快报警 但景霄到场进屋抢救时 发现老翁倒在客厅 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景霄初步研判起火的原因 疑似是这户民宅客厅当中 连接电磁炉的延长线起火 才导致这起火灾 但确切的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理清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